由于池香、池关山、仁城市赞助的 《大家来读经》成果发表会 在于池国小热闹举办 当天学生将唐诗三百首、鲁鱼或弟子归等 以流行乐曲或太古表演等方式融入 让读经活动更为生动活泼 也间接增加阅读能力与表演台风 成为该乡的特色文化 于池香每年由池光山、仁城市资助活动相关经费 积极推动乡内八所国小赌金活动 除了落实学生品德教育 也充分展现传统文化精神 而更进一步增强语文能力 随后也颁奖经典学习心得、艺文青赛 以及《大家来读经》精英赛 各年级分组前三名以及嫁座三名的表扬 让自己变得更为自出达理 然后也变得更有礼貌 也可以提升专注力跟注意力 从这几年下来 从小孩子的气质 因为有这个读经 他们的地址规 还有论语、诗书、唐诗三百首 种种的薰陶 启发了他们很多的 我们国教讲的善根 还有他们的慧根 不准在日常生活当中变成很有规矩 而且学习能力越来越强 以各种的特色形式来做舞台的展现 有的是以太古行事后 然后诗经的朗诵 有的是以歌唱加上唱跳的方式来展演 于此国小校长廖志佳说 透过经典阅读学习信德艺文竞赛 从中了解古事人智慧 进而陶冶良好品格 启发学生善良心性 也逐渐成为该箱的文化特色 每个学校都将于平常所学习 在这个选择来做电演 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 最好的表现 另外也感谢任城市 大家的辛苦的校长和老师 给我们的小孩教了真好 办理这样一个成果发表会 小朋友跟家长的参与人数 也都是随着每年的举办 历年的这样一直在增加 我们觉得这是大家乐见其成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承认 最后它变成形成我们 鱼池乡跟其他乡镇 不太一样的一个特色 形成我们鱼池乡特有的一个 相定的课程文化 大家来读经活动 以堂诗 地址规 校经 堂诗读本 论语等经典诗书 进而潜移默化 培养学生良好品德 并提升学生语文能力 活动由财团法人 人城文教基金会提供古文集等教材 今年已经漫入第五年办理 也成为鱼池乡的特色活动 记者曾光佑鱼池采访报导 中文 хотите考虑出品 bet Google 我来读几谈的运动 al â를省